自然只有根本 这里含两个意思 业者万象神龙 这就是全宇宙 整个宇宙 分离成复杂 不管复杂到什么程度 提醒我 他的本体 他的自信 一个 我们跟阿弥陀佛同一个自信 我们跟释迦如来同一个自信 我们跟皮诺真纳同一个自信 上面跟一切祝福同一个自信 下面跟云飞软动 乃至于细菌同一个自信 跟树木花草同一个自信 跟山河大地同一个自信 跟虚空微臣同一个自信 跟虚空微臣同一个自信 自然是神龙万象 根本就是自信 根本就是自信 根本是业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怎么来 自信 变现出来 而且是一念 一个念头 变一个经济 第二个念头 接着又变一个自信 这个自信 这个自信 真的大同大义 不是大同小义 万象森楼 提醒我 千不见水 那不是波浪 你看大海 波浪不值一切 那么多波浪 波浪不一样 全是水 水是波浪的本体 没有水 就没过了 重气为尽 这再一个比喻 金气 黄金所做的 这些器皿 也是花样多 早年我在美国 我们同修当中 有一个做首饰的 那我去看过 他们的展览馆 他做出来的成品 展览馆里头 没有两个是相同的 有多少呢 大概将近一万多 都是喜欢带着的 手上带着 身上挂的 便宜 他做的假手势 杜金 不是真金 所以 家里我们 丢了不心痛 比真金还漂亮 真好看 他也是卖到全世界的 一个月 我问他 你这个工厂里头 每个月需要用多少黄金 那是真的黄金 五公斤 每个月要用五公斤 黄金 做度金 我们吃完的时候 十几个东西 我就告诉大家 你看 金山江的 一金 我一金 做七 七七皆金 现在你们看到了 那展览社看到了 每一样都是金 那 中其未尽 这么多的品种 一万多种 用一个字就说金了 金 它全是金 自然之中 自有本体 此之本体 即是根本 那 那我们这个本体 就是 变现出宇宙 变现出万物 变现出我们自己 这个本体 非物质 非精神 我们的精神 的念头 它不是念头 非自然 所以我们对它 虽然是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一切时 一切处 它都存在 它 它辱入不动 那我们看不见 听不到 摸不住 也想不到 也想不到 它真的是本体 真的是根本 这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自然之有根本 那是不由造主 凡是造主的 就不自然 没有造主 一念 一念 等悟 不云 自然 决定是一念 就等悟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一念 做不到 这一句话 我们 敬宗 同学 常常听进 你有概念 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一念 我们有很多念头 很多念头 组成一个很粗的念头 我们能感觉到 真正一念 我们感觉不到 但是要一念 才能到 那我们今天 起心动念 迷 迷得太神了 要记得 弥勒菩萨一句话 一谈指 有多少念 三十二亿百千年 一念就等悟了 三十二亿百千年 还有什么 迷惑颠倒了 一念就悟了 三十二亿百千年 一百个千 十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十二亿百千年 这一谈指 三十二十亿百千年 一念就悟了 二念就迷了 三十二十亿百千年 三十四亿百千年 混在一起的就不误了